連續第三年舉行的陳維英棒球訓練營 竟然在新莊球場舉行開幕儀式 除了陳維英擔任主教練 這次還特別邀請日本火腿隊首席體能教練 中環曾一郎擔任體能訓練師 而據傳下個球季日本的林木一郎 可能會加入陳維英所屬的精英隊 陳維英說 很期待 歡迎 陳維英 陳維英獻身新北市新莊棒球場 要以教練的身份 帶給參加訓練營的72位學員們 大聯盟等級的訓練課程 會把自己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會盡力的交給你們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可以 就是能夠有感受良處這樣子 那希望 希望當然就是 能夠對你們有幫助這樣子 而有消息傳出 精英隊有意要簽下林木一郎 對於有可能跟林木一郎成為隊友 陳維英充滿期待 因為以前都是在電視上看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就是能夠跟他一起當隊友 讓他自己也會覺得很幸福這樣子 而這次除了陳維英 其他助教的陣容也不簡單 像是台灣職棒投手王毅正 今年剛赴美國打拼的 棒球選手曾仁和 還有今年首度踏上 大聯盟投手球的王維忠 以及陳維英特別邀請到的 日本火腿隊首席體能教練 鍾環真一郎 當然這次的體能訓練師 各個都是大有來頭 能夠讓這些小朋友 然後有更好的一個觀念這樣子 那畢竟知識正確的話 當然就是等於是投球觀念 就是身體就是受傷傷害 當然就是會降低這樣子 在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的開球下 這為期兩天的棒球訓練營也宣布開始 而來參加的學員們 透過這大聯盟等級的課程 能為他們帶來不一樣的棒球體驗 從而在未來誕生出更多的台灣之光 新唐人亞太電視 虎中華黃庭峰 台灣新北報導